去年國際透明組織的全球評比 台灣的青年指數 創下27年來最佳的成績 但是在野黨鋪天蓋地 他們說民進黨每一條都貪腐 蔡英文不會容忍執政團隊的不肖個案 也不會容忍執政團隊的害群之馬 但是在野黨說民進黨每一條都貪腐 這種沒有證據的說法我不能接受 在野黨口口聲聲說民進黨貪腐 但拿不出證據的時候 就不斷地跳針說要重啟特徵組 大家還記得馬王政爭嗎 當時的總統把手伸進司法 特徵組監聽國會議長 導致總統鬥爭立法院長的憲政危機 當年馬王政爭造成政局不穩 經濟不安社會動盪 我們大家都記憶猶新 司法要接近人民不是接近總統 司法要讓人民參與 不是要讓總統參與個案 所以我們推動國民法官 廢除特徵組就是讓司法回歸司法 讓人民參與司法 大家說對不對 我的態度就是 總統支持司法改革 支持司法進步 尊重司法獨立 但是總統不能介入司法個案 要讓司法伸張正義 依照證據 專業辦案 該查就查 該辦就辦 這才是負責任的政府 這才是民主政治的監督制堂 大家說對不對 是負責任